這裡有一個tweet 將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重新再講一次 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美國人會講關於中國的奴隸問題 這不是問題 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奴隸 所以這不是問題 他說美國現在正在 每一方面都正在被破壞 Physically 健康上 Emotionally 就是在精神上 Intellectally 在學識上 Economically 在經濟上 以及在 Spiritually 在理想方面 這裡就看到了 幾個例子 不用給大家看 這應該是一些無家可歸的地方 這個我們見到就是向小朋友說一些 所謂的童話故事 這個就是現在美國人普遍的瘋肥問題 最後這幅圖就是 美國的國債 紅色現在 大約是三十二萬億 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接下來還有一些其他資料 如果美國真真正正正有選舉上的自由的話 他們不會就只有兩個 政黨之間 兩個腐敗的 假選舉 如果美國真的有言論自由 他們應該知道為何會令自己有胖又生病 如果真的有自由知識自由 自由言論自由的話 我們也會見到主流媒體不會單方面說的 他們叫做prositive 就是將prositive的字 妓女的字就改成了prasitive 就是媒體好像妓女 這裏我看到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學校 一邊應該是講美國學校 一邊是講中國學校所講的內容 這當然只是一個理想的假設 而在美國大學讀書的地方 來自中國的大約是29萬人 來自印度將近20萬人 接著是南韓四萬里人 換句話說大部分的外國學生 在美國的外國學生 就是來自中國和印度 如果完全是講科技上 這個佔個比例更多 8%75%的工程 和computer science 電腦科技的學生 都是來自中國和印度 如果中國印度的學生 不再來美國讀書的話 對美國大學的財政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這裏已經聽到 我們這裏的大學在過去年度 虧了四千多萬 原因很簡單 外國學生沒有大規模地回來澳洲 所以形成大學虧錢 這個幾多家大學虧錢 最後在這裏講到 講到全世界的專利 Payton 這篇文章在這裏 我會把截鏈放在描述 哪些國家 拿到最多的專利申請 一幅圖就看完了 這是在科技方面 中間這裏看到 最多就是中國 佔了全球的百分之三十八 這裏講的是二零一年 美國佔了十八 中國申請的專利總共有六十萬七千七百多 美國就是二十八萬六千多 本據說話說中國所申請的專利比美國多了一倍 又多 接下來的日本就是二十五萬六千多 然後有南韓 前面的六個國家加起來佔了全球申請的八百八十八 這裏另外就是圓圈 差不多每一塊都有一個紅色地方 有大有小 有些地方大一點 有些地方小一點 但每個都有紅色 換句話說 中國亦都在各種範圍裏 都有非常多的專利發明 這裏是文字 這裏就是把剛才的數字說出來 中國六十萬多 美國二十八萬六千多 將近三十萬 而中國在三十六個範圍之中 其中的二十九個範圍排行第一 這是非常厲害 以往來說 這些數字全部是美國的 但今天來說 已經被中國在科技上追過了